高雄的疫情可以說起起伏伏 一波又著一波來 那麼過年期間家族群聚染疫之後 現在進入大爆發的準階段了嗎 還一路燒到的是台南綱 到的是中學的開學 而今天所報的實相例當中 其中確診者足跡 過年期間大年初二 也被指稱來到大港 喬欣賞台灣燈會 跟大家共襄盛舉 另外在集精的天后宮 跟觀光市場 更是疫情的熱區 這讓市長陳欣賣是非常悠行 臺灣燈會不管是在愛河灣 或者是大港橋 這次的無人機展演一千五百家 可說是虎虎生風 另外吸引人潮駐竹 但家族群聚染疫 延燒再爆十三例 其中的催展者足跡 年初二就在大港橋 和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消息傳出引發患然 不過記者會後二十五分鐘 高雄市府突然更換新的足跡表 大港橋足跡不見了 對外宣稱土卡物質 那我們像在衛舞影也好 或者是愛河燈區 其實它的面積 其實都非常的遼闊 也加強在整個清銷 或者是對於在入口的 及人流的這個管制 疫情延燒一波波 地方指揮官陳其曼 也相當憂心 臺灣燈會造成群聚感染 緊盯人流控管 足跡要密切注意的 還有這個地方 迄今天后宮 以及觀光市場 也是過年的熱點 尤其高港群聚染疫 儘管趨緩 但應變中心 太原擴大清銷 也在年前和年後 都在旗津地區 設置了多處的篩檢站 就怕形成社區隱形傳播鏈 高雄疫情起起伏伏 年後似乎乏危 而暴增13例的 確診足跡眾多 賣場 接駁運輸的火車站 和往來的銀行 也都是人潮密集的足跡點 高雄疫情從年前的高港群聚傳播鏈 發展到年節期間家族聚餐染疫 再爆砂石場的群聚傳播 防堵疫情一點都無法鬆懈 記者綜合報導